國民黨黨主席選舉塵埃落定 朱立倫勝出 雖然市地的立場不關乎黨派 只支持憲法 但是在最大在野黨的黨主席選舉中的動向 是關乎到國家的前途問題 值得探討 小編特別聯絡了國界 希望能看一看國內政局已享讀者 作為百年大黨強人輩出 一次黨主席選舉四雄並 說是最激烈的國民黨主席選舉亦不為過 就風氣然然 這些選舉文化是非常值得在國民黨內部生根 否則難以逆轉該黨的大佬政治 一些走過場選舉的觀感 投票率方面 以正式的黨主席選舉來說 是與往界相約的 但是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 相對於民進黨最近一次正式選舉的百分之六十五 是橫有些距離 可能是因為疫情和黨內的氣氛仍未恢復 而且在張亞中支持者亡黨感的號召下相當活躍 所以選前觀察認為若果投票率低 張亞中是有機會當選的 在選舉結果方面提到 大約可以淺色以下 江啟臣雖然敗選 而且得票率只有第三 但是守住了根據台中的基本盤 江系在國會還有在國民黨內的勢力 也不是元氣大傷 而且在年紀中 他是四個候選人中最輕 在國民黨最內憂內患的時候 接受了黨主席的位置 推動了國民黨的新舊交替 提拔了年輕黨員 他在黨內的敵史地位總會以注定 未來亦可以左右到國民黨的走向 江啟臣在海外的黨部得票率最高 反映國民黨在海外支部的立場非常之異元化 親共和反共陣營迫裡分明 沒有接受中共死亡之問的江啟臣 自然是海外忠貞黨員的全力支持 那麼朱立倫當選黨主席 一定程度證明當年換處的風波 負面影響減退了 而且他執政過的桃園和新北 勝出絕對不是意外 甚至在雲林因為院長張麗善的雙挺大勝對手 這些結果都顯示到 朱立倫的地方人物是相當深厚的 這是學界出身 只擔任過立位 未正式出任過地方諸侯的江啟臣 難忘漢輩的資源 到明年國民黨在地方選舉的整合 將會有正面的作用 這些就是 但是朱立倫呢 在二階六十歲 能夠承繼江啟臣的世代交代 但是隔身形象呢 對於國民黨在明年 是否可以保持到十五席的直轄市和院市長 是相當之重要的 對於外界分析呢 解讀這次選舉呢 是為選擇中理性路線的朱立倫 與另一個路線呢 江啟臣兩人合計呢 得票高達七成的 比任何選前民調的朱光兩人的總和都高 代表國民黨的黨員呢 是沒有被選舉的激情充分頭腦的 作出了回應民意的決定 但是小編呢就不太認同了 反而覺得國民黨員呢 是接受了一個黨內國派系 都相對喜歡的人呢 出任黨主席 官乎近年呢 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 朱立倫呢 甚少表達立場 在當上黨主席之後呢 他應該不可以再這樣和欺禮 特別在處理國民黨新的兩岸論述上面呢 他的取態是值得關注的 在國際層面 蘇立倫呢 和美方的關係不錯 處理華、美及中共的關係的手法呢 會較為美方接受 如果在主席任內呢 強力輔助實力派的百里侯 與新北市的侯友宜 參選總統呢 可能會是民進黨的一大敬敵 具體的項目 叫作詞 國家當中 sans禮物 遭下 有的 他的 有難當中 是 失敗 有難當中 加了 有的 能幹 像 有